我们继续讲基础知识 巩固复习 再加上一些新的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 文王后天八卦 加上六亲呢 富慧上去 就是钱为富 坤为母 这个六亲 不管是卦 义学 像这个八姿什么的 都会借用这个六亲 通过这个六亲呢 都做很多事 因为我们是人身嘛 所以说这些 也代表我们家庭的这个状况 中国是以家为单位的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 出 由坤卦变成的 出阳辩 你也可以讲钱卦 上面两个辩 总之呢 这几个都是男的 长男 坎卦是 中男 然后更是少男 这个前面没有说 不要看就一个阳瑶 那这就物以细为贵了 这个富富得正了 所以说一个更珍贵 它就代表着性别 那么比如说这个正卦 长男 你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就是长男 那你说第一个 本来是女孩留掉了 那怎么算呢 你也可以算长男 也可以算次男 这两个卦的特性 性格 都有所体现 那么还是以主要的 现存的 为主 那么还是主要看长男 就是这样来论的 坤卦呢 同样道理 三个女孩 那当然了 也有这个坤配三个男 钱配三个女的这种 类像的说法 那么我们看这个地方 钱挂 钱坎 更正 这四个都是男 都是阳 那么 上面四个 就是在男 偏西 这个地方 中轴线 这个就叫东北 这叫西南 四个女 那么 说的这些 之前也说过了 什么 地出乎镇 相见乎离 是吧 知义乎坤 这些名词呢 我们都可以拿来借用 在预测 断挂的时候 都可以 没用 不强调了 后面呢 就是 这个钱 天爷 是吧 这个天呢 它是代表了一个 最大的像 那钱呢 它就指的是 万物的一个总结 一个规律 所以说 我们通常 不以自然现象为论 而这个钱 代表的事物 更多一些 那么看下一张 这个八卦 分工 就是说 钱工 八个卦 然后 砍 正 更 就是分别 八个卦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朱熹 包括 金房 十六卦 十六变 它的一个 简化 随着医学的发展 那么 现在的 断卦 指的 断六瑶 通常指的是 这种 以这种 分工 为论的 这个衍生出来 有很多算法 门派 那么简单来说 这个钱工呢 就是 钱挂第一个 然后 钱挂的 初窑辫 变为 天方公 然后二窑 三窑 就是 阳 变成阴 到这个 最后一窑呢 它就 没有一下变 如果 一下变 只有六个卦了 那么它又回到了 这个 四窑 这个下挂不变 四窑变 就由这个山 变成了火 上挂 火地劲 最后一挂呢 就是 最下面三个窑 全都变 上面这个 不动 这是这个规律 为什么这么弄 我们这个都是很 深奥究竟的东西 以后有机会 可能会 研究 还有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 这个八卦法游戏 就是这套牌 其实很多种 市面上很多种 这个八卦牌 每个人自己研发的 很有意思 或者麻将 什么 这些 咱们以后 可能都会有 现在就